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吃黄茶老酱香酒 还有我们的商胜酒 有兴趣的话 大家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在促销了九月份 销售的情况也还不错 就我们这个节目 还要继续的维持往前行走 好 感谢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绝对不是假酒假茶 喝了你就知道 是什么是真的假香酒 又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有人说苏联的垃圾时间 苏联解体之前 有一个比较长的垃圾时间 他来探讨垃圾时间的 整个苏联社会的心态 归纳有几个关键词 揽权 敛财 演戏 躺平 还有沉默 很多人都说苏联是一夜之间 忽然解体的 哇一下子 实际上他认为炒舌灰线 浮迈千里 苏联经历了时间不短的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特定的体育比赛的概念 现在变成这个历史概念 当然呢 延伸到政治学的领域 它指的是某个时期 严重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个人没有能力改变 整体的趋势的注定失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跟体育比赛不一样 到最后呢 就是垃圾时间 体育比赛的垃圾时间 大概只有几分钟 或者 十分钟或者怎么样 足球啊 或者篮球都有这个现象 但是政治不一样 在垃圾时间里 注意到一个现象 人们会不可避免的看到 辉煌的崩塌 谎言的爆雷 神话的破产 因此关于苏联的垃圾时间呢 现在呢 无论是谁在研究 整个时间界定 因为视角不同 各种说话也不一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是从社会心态来看 荷鲁小湖下台后 也就1964年左右 苏联社会就 溅入了垃圾时间 荷鲁小湖在任期间的几年 苏联社会迎来的短暂的解冻 也其实是苏联历史上 有限的宽松的时期 但随着荷鲁小湖的被迫下台 苏联社会又迎来了寒冬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就出现了一种 社会心态的普遍蔓延 这个心态就叫犬奴主义 就是说犬奴主义 成了苏联社会的 那个年代的一个 显著的特征 犬奴主义是要有一些表现的 它第一个表现 是不择手段的揽权 苏共 布尔什维科 是异化了改革这个词 看起来好像是大刀扣的改革 实际上 不管是谁当政 是为了揽权 大权独揽 所以呢 赫鲁晓夫下台之前 也是揽权 柏列任列夫上台之后 也是独揽 政治和军事的大权 党政军一把装 197年 苏联共产党就正式的禁用 改革这个词 用什么来替换呢 完善 对改革回避式的态度 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想法 好了 为了响应底下官员们的要求 柏列任列夫扩大了 拥有特权的干部范围 增加了特权的种类 目的很清楚 一方面为了控制官员集团 另外当然也为了他们的享乐 happy 此后 特权的扩大的同时 苏联共产党整个经营的 整个施政当年 就不再关心民生的福利 经济发展也就慢慢的停止不前 特权阶层的腐败混乱 而且形成伟大步调 最终他认为压垮了苏联 跟官僚集团的腐败 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特点 是千方百计捞钱 苏联整个社会政治结构 是金字塔 金字塔上层有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他们知道 苏联真实的社会状况 能够确确的预知 苏联这个发展的历史走向 但是他们能做的 只是在那天到来之前 尽最大的可能谋取 个人的私利 击鼓传花一样的 把权力传给继承者 传给继承者的同时 也把矛盾问题往下交 所以每一个街道花的 在位者只会考虑两件事 第一 如何尽可能多的捞钱 如何全身而快 如此周而复始 最离谱的是 在这一个时期 官职明码标价 这个呢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消息 诺斯科作为苏联权力中心 官职当然是相模模 但关键的职位 是可以凭击关系运作 至于加盟共和国的职位 这是明码标价 比如说阿塞拜疆的 周委书记定价 也不多 五十万卢布 最恶劣的是 每一个局中人都知道 游戏的最终结果 因此是会更加疯狂的利用权力 为自己崛起利益 高压维持秩序 从而更猛烈的制造社会的矛盾 这是第二点 揽权 免财 第三呢 精英阶层 人能演戏 因为苏联的这一个垃圾时间 有一个典型的现象 那就是对苏联模式的主观抛弃 这不是原理民间 恰恰是在苏联的官僚集团 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首先是被他们自己所抛弃 但由于共同利益所在 既得利益集团非常热以维持现状 心照不宣的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 宣传机器 日活一日的维持着皇帝新意识的神话和谎言 苏联真理报 有一个编辑曾经说过 苏共不而是为客 是上上下下都不相信那一套意识形态 但一到了一正式的场合 他们照样举手鼓掌 重复的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 所以苏联的政治精英们 看上去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 一方面义正词言的批评腐败 另一方面他为苏联模式感到很自豪 为自己身处于权力机构 权力上层而愁愁满志 为自己身处庞大的红色帝国而治傲 一方面他们和乐意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思想开明 根本就不信那一套虚伪的教条 另一方面他们又善于掩盖个人的观点 张口闭口都是宏大的叙事 这个作者认为 这大概就是苏联垃圾时间里面特有的 犬奴式的机会主义者 也就是台前高唱战歌 背后赤之以鼻 这是第三点 人人庄都是演员 一本正经 第四点 底层人人躺平 美国和西方的好处 对他们这些人来讲好像看得见 但好像给对不得直接 苏联的好处很多 但是都摸不着 这就在苏联的垃圾时间里 尽管他们的宣传机构 能够高调的宣传他们的伟大成就 的确也有一些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 弥漫了一种普遍的沉默和不信任 因此在苏联的相对漫长的垃圾时间里面 底层的苏联人逐渐看破红尘 看透了特权阶层的本质 他们学会了在公开场合保持兼默 私下用笑话和隐喻的方式交流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苏联在伯利利时期的政治笑话 我们这边编好几本太多了 那么这种集体沉默的背后 是人们对个人安全的担心和对苏共当局的不信任 虽然少数人勇敢的说出了他们的话 想到他们的心声 但是呢 确实是有关当局对这些人泼脏水 这泼脏水的过程还得到不少人的反应 这些人当然是当局的护佣 他们负责的把不听话的人排斥在社会之外 这日内的存在也是国家机器 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一定程度上的维持了苏共的统治稳定 也延长了苏联的垃圾时间 但是必须看到 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之下 选择的是沉默 说明了看到了 赫鲁小湖之后的勃列入的时间 居然有18年 到了戈巴乔乎 在1991年的12月25号晚上 他宣布了苏联的解体 有一本书叫做解体岁月 就当描绘的当天晚上 苏联和莫斯科科里姆林大厅 这一带的一个情形 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 只有黑暗中的树叶 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 除此之外 什么声音都没有 朗朗声 唏嘘声 咒骂声 一切都没有 当然我们也知道 苏联解体之后 有很多退休的国营企业工人 退役的军官 为了捍卫他们 真实的几十年 而不变的信仰 选择了自我 接触性命 他们捍卫的是信仰吗 或者是捍卫他们既得利益的特权 这个问题也出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独联体国家 有多次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多数人对苏联解体 表示了不满 因为他们普遍来自体制内 当官员不再享有特权 当铁换环被打烂 当那曾经的既得利益者 其实最愤怒 他们呼唤过去 其实不是因为信仰 而是想拿回自己的既得利和铁换环 这个说法呢 也有点意思 当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 我记得北京大学 有一个老师 哲学系老师 跳楼 就是为了这个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历史决议 对毛泽东批评 那时候不可动憾 那个应该也是他的信仰 是吧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 研究了半辈子的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 他结果呢 很惶恐 因为他任何的研究著作 都不能成为平定之称的依据 首先第一点 苏联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车之间 历史未必会出现相视相近相同的轮回 但并非不会在同一个轨道上再次相遇会发生 第二 习近平主政十多年 包括一直在反贪污方面的毫不懈怠 下狠纳之手 在旧党的立场上 希望避免类似苏联共产党他方式的解体 这种心情和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 有一句话 历史的风铃渡口 或有 不一样的选择 垃圾时间 遭到了大陆有关意识形态的猛烈的拼击 大概他们也意识到 垃圾时间对他的现状的维持 也会产生一定的威胁和冲击力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